就是这一句话再度引发质疑 自从宣布联署以来 想争取参选的郭台铭跟团队 对民众党参选人 柯文哲从不口出恶言 怎么态度又转变 突然不领情了 并非针对柯主席 其实是针对蓝白河的进展 再也有两个正义已经坐下来台 却是在原地踏步 没有实质的进展 侯市长曾经形容蓝白河 就像是男女双方结婚要办喜事 如果蓝白河并非情投意合 要如何谈婚论嫁 特别神清误会一场 再加码酸国民党侯友谊 尽管整合这一局暂时没有郭台铭 但郭振铭频频频拉科打侯 有科立场很明显 民主大联盟首要结盟对象 看似就是柯文哲 郭董过去在跟国民党进行 这个征召初选的时候 他恐怕是冷暖自知如人饮水 所以在当中有很多的过程 他可能也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提醒 我们也非常感谢他 柯振铭有默契也重提国民党初选往事 看看现在蓝白谈整合现况 在回忆当时郭台铭的各种滋味 如今柯文哲最懂 要和当然不限于止 跟国民党更要纳入郭台铭 不管是传统上大家认为的蓝白河 或者是跟郭伴这里 又或者是跟时代力量 甚至是很多浅绿的朋友 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对象 从过去在金盟的山盟海市 让柯文哲惊吓 现在又频频释出善意 跟国民党合作 柯文哲 郭台铭 此刻心情同是天涯 沦落人 想重修就好 不是 不可能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